救難人員搭乘直升機 救下兩名受困在洪水中的災民 意大利北部艾米利羅馬那地區 受到暴雨侵襲淪為一片汪洋 當地官員還透露目前還有幾位居民失蹤 不過沒有給出確切數字 搜救人員不以余力乘坐橡皮艇 或是直升機愛家愛戶的展開搜救工作 這場突如其來的暴雨 讓意大利北部發生土石流 還有多達14條河川潰堤 23個城鎮被洪水淹沒 從直升機上看下去 整座市鎮都被大水吞沒 場面十分觸目驚心 目前當地路上交通非常不順暢 連鐵路也暫時封鎖 更糟糕的是雨室未見緩解 氣象單位警告民眾 避免進入地下室或地窖內 以免大水忽然來襲時受困 造成更多傷亡 懷雨新聞宣佩宣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懷雨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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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訂閱按讚